我就纳闷的 你说你天天上学天天学习 你这成绩怎么就是上不去呢 我也不知道 这可能跟你天天上班还是很穷 天天减肥还是很重一个道理吧 我是让你上人家王蔓学习 你看人王蔓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对啊你也得向他妈妈学习 人家他妈妈是博士 你啥也不是 人家他妈妈辅导的好 基因也好 你的意思是你学习不好 怪我基因的问题啊 基因只占了一部分 主要是你辅导的原因 BuzzBuzz MuzzMuzz Yes Yes Nice Nice Guzz Guzz 哎 要面门啊这是 妈妈还没读完呢 I'm not I'm not 妈妈这个我不会 你这也不会了 23减15 你看他这个个位数上的不够减 你就要向前面这个石碑上的这个二借 他不借怎么办 他不借怎么办 他不借 他为啥不借啊 他说俺俩又不熟 你俩不熟 你给他提我的名字 他保准他借给你 妈妈他说你算老姐 你给他说我是他姐 有人 叮叮叮 见了吧 见了 看还是我厉害吧 妈妈我猜知道 你和二是姐俩呀 前面六只猴 后面六只猴 一共几只猴 13只猴 你答这么快 你有没有认真听题 前面六只 后面六只 一共12只猴 哪来的13只猴啊 算上出题的那只猴 你这个题是你课本上就有的 不是我给你出的 哎呀我的妈呀 我说的是猴出的题 没说是你出的 不管是谁出的题 13只猴 他也不对 这题出的本身就有问题 哪有问题啊 连个参考物都没有 还有可能是18只猴呢 他就是再没有参考物 他也不可能18只猴 你哪来的呀 六只公猴 六只母猴 母猴又怀了 六只小猴 这不正好18只猴吗 喝五虎 你这拼音是数学老师教的吗 啊 与数结合体 拼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写这个五就算了 你还不给人家加声调 有人 你仔细看 这个五自带声调 不用加 那你也不能这样拼啊 我听说过杂交嘴的 我头一次听说杂交拼音 你可真是发明家 你别笑 看下面这个 歌舞A龟 你这样拼有没有考虑过 那个龟的感受 你有没有问过人家 那个龟借不借意 妈妈 龟借不借意 我不知道 那你借意吗 我肯定借意 你借意的话 我想 龟也得借意吧 让你造句 不是让你造谣 不仅而且造句 你看你 你读一读 你造的什么玩意儿 我的妈妈 不仅长得不咋地 而且还很笨 造的这什么玩意儿 啊 我笨 我跟你说 我上学那一会儿 我的成绩还有才华 我要是敢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有人信吗 你信就信 你不信就信 下一个 就算也 就算妈妈再打扮 也不好看 又不好看 你爸当年就是看上了我的颜值 还有才华 死皮赖脸 知道什么 要不然也没你 还我不好看 这个就算也 重新造一个 我跟你说 你实话实说 现在的我妈 就算再打扮 我爸也不看她一眼 这是实话吗 你也不能往位说呀 来这个长城 长城很长 你还能再短一点包 重新造 重新造 长城 造个长的 妈妈 这个我是真造不了 怎么造不了呀 我又不是秦始皇 我也不知道 长城他是咋造的 他们都说 你这个小棉袄太漏风了 让我尽快买件羽绒服 可是我这里只有三百块钱 你的压岁钱能不能借我二百呀 那是我磕头换来的钱 你也好意思要 不是 我发了工资我就还给你 他掌握个游戏 什么游戏 你跟我学五句话 说错了一句 给我一百 全说对了 我给你三百 不用换我了 就是 我跟你学说话 我说错一句 我就给你一百 我要是全都给你学对了 你给我三百 我就不用还给你了 是吗 那太划算了呀 那你可不能反悔 你跟我说我空小孩 嗯 行 来吧 开始 说啊 开始是一句话 开始了 你别笑 行再来 一加一 一加一 等于二 等于二 你又错了 我没有错 你有错了 也是一句话 再来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也是一句话 妈妈可怜你二十 天冷了 买不起戎服 买个帽子 别动张脑子 父子三人 母子三人 兄妹三人 去钓鱼 一人钓一条鱼 问 一共钓几条鱼 五条 下梦是吧 又在挑战我的极限 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呢 你说 父子三人 母子三人 兄妹三人 三人加三人 再加三人 正好九个人 九条鱼 你哪来的五条呢 你是想逼我给你抱个帽是吧 你别笑 其实这就是 爸爸妈妈 两个儿子 加一个女儿 你自己想想 这里面是不是包括 父子三人 母子三人 兄妹三人 不是他能钓到算吗 人家这是思维题 你说你自己 转不过来弯吧 你还挤 替人家劝 枪给你抱个帽吧 对 对